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开始一人计划与神庙计划就是完全独立分开 当然参与双方计划的人都知道有对方计划的存在 但是都无法确认对方具体有哪些人参与 所以当一人计划的飞船都抵达太空之后 飞船上的人还是尝试过与地面去的联系 可因为核爆引起的尘埃让地球和太空也彻底失去了联系 以至于接下来数万年的时间 一人认为神庙计划很有可能失败了 时间记载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成为一人只要飞船的能源不断 他们就能够永远地活下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有人受不了作为一人上船下载的生活 成都依稀记得 那时候他和谢瑶已经换过几次躯体 能源系统来维持一人状态 轨道上有飞船提出 想要到地球上看看 看看地球是否复苏了 于是那飞船带着一百人 直接坠入了地球的云层之中 可是却再也没有了消息 轨道上陷入沉默了好多年 即便成都谢瑶努力地更新了网络世界中的设定 让人们想起往日的生活 可是这样的设定 已经没有办法吸引更多人的目光来了 又有一天 其中一艘飞船说 他们不想继续在轨道上漂浮着了 现在的地球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时间才会恢复 所以他们要去火星 这种提议得到了一人舰队中 超过三分之一飞船的支持 那一天 轨道上的飞船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 他们带着人类文明的火种去了火星 要将文明的种子在那里重建 轨道上的飞船一下子少了三十多艘 在网络上生活的人就更少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更加难熬 在一人中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僵殖病 一人的意识还存在 可他们突然会变得肢体僵硬 再也无法动弹 意识也无法被上传 一旦染上这种病 必死无疑 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持续了多少年 有人已经忘记了 他们作为一人计划 存在的意义 也有人看到地球 还是没有复苏的迹象 认为飞船不该继续在地球轨道上待着 而应该去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 寻找出路 于是又有大半的飞船飞走了 而成都泄瑶他们所在的飞船 继续在地球轨道上漂泊着 他们两人继续维持着网络的运行 后来他们在飞船上孕育了一个小孩 那不是他们的孩子 而是从人类基因库中随便挑选的 可是他们的这种做法 说是大忌 他们在飞船上孕育生命 种植植物 养狗养鱼等等是违法的行为 但是孕育人类 这绝对是第一次 也是底线 可他们就这样做了 所以他们俩被所有人谴责 甚至有人提出 要毁掉成都泄瑶的数据 扬言要杀掉那小孩 所以泄瑶亲手关闭了整个网络 他关闭网络的时候 那里面至少有八百多数据人的存在 从此以后 轨道上只有成都 谢瑶两个艺人 以及 兰兰的存在 有一天 谢瑶见兰兰十分孤独 毕竟她是最后一个人类 便和成都商量 轨道上 还有差不多十座飞船 不如我们将这些飞船 全部对接起来 做成一个空间站 这样孩子能够活动的地方也会大很多 而且我们可以唤醒更多的人类 来给兰兰作伴 两人没有多想 便开始行动 因为十艘飞船的网络是互通的 而成都谢瑶又是网络方面的高手 再加上 他们有太多的时间 来学习飞船上所有的知识 很容易就将十艘飞船首尾相接 最后拼接出一个超大的轨道空间站 兰兰能够活跃走动的地方变得更大了 那孩子最喜欢在窗户边朝下方看 他喜欢观看地球 喜欢听谢瑶说地球往事 有一天 兰兰突然发现地球上露出一个洁白的土地 妈妈妈妈你们快来看地球复苏了 是的 他们终于等到了地球复苏的开始 合尘埃终于落地 地球终于开始重新呼吸 他们虽然为此高兴 但是飞船检测的数据显示 地球现在根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兰兰每天都会去观察地球 而成都谢瑶开始在空间站内唤醒更多的人类 更多的动植物 随着人类的组件增多 空间站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 于是成都谢瑶将散步于太空中的太空垃圾收拢起来 想要拼接出更多的空间 这样的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兰兰逐渐变老了 兰兰也儿女成情 一人计划的实施者怎么也不会想到 人类竟然会用这样的办法在太空中点燃了活下去的火种 生活在空间站里面的人类 原本就拥有着更高的起点 他们学习着人类的历史知识 想着有一天能够光复人类往日的荣光 有一天 兰兰兰死了 他的遗体被推入了冰冷的太空 从此以后 成都谢瑶再也没有养育过小孩 时间又不知道过了多少代 空间站逐渐变得拥挤 有太空人想要去查看地球的状态 然而那时的地球还是没有办法生存 太空中的人类都很失望 但是要养活这么多的人类在空间站 已经是不可能了 目前我们想要活下去 只有两种出路 第一 是在就近的月球着陆 然后利用月球的土地能源来展开生存 因为月球的引力小 如果地球什么时候复苏了 或许我们还能回来 第二 前段时间观测到 火星上同源的人类 已经发展出了不错的文明基础 我们可以去跟他们合并 可问题是 我们现在的能源状态 结构 已经不适合做大跨度的星际航行了 最终 空间站议会做出的决定是 先到月球降落 将核爆灭世前 人类月球基地复苏 然后再寻找机会 做下一步打算 他们来 请示成都和谢尧 两人自然是支持他们的 不过成都和谢尧不会跟随他们前去 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是在太空轨道中 地球是人类的家 他们要为人类守着 就这样 成都和谢尧被留在了地球轨道之上 有一天 从太空中飞来一个巨大的物体 与他们的飞船 相撞了 在太遥远的记忆中 成都谢尧 见过那东西 太空巡洋舰 在核爆灭世之前 那东西可是太空的霸主 就这样 两人坠落地球 坠入了这城市的废墟之中 两人都受了伤 他们就这么依靠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谢尧不再说话了 成都以为他需要新的能源支撑 于是 进入城市废墟中 不断给谢尧寻找躯体 想等谢尧好一些的时候 带他去地球其他地方寻找能源 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成都也走不动了 他的能源也时有时无的不灵了 直到今天 范贤他们到来 成都突然重获新生 成都缓缓起身 说了许久 他终于想了些什么 指着城市废墟中说道 我们的飞船 就是落在那城市之中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现在还有没有用 范贤三人 从成都口中听到的 净是震撼 原来在核爆灭食之前 不仅仅是地球上神庙的人类 在苟且偷活着 在想办法 为人类寻找出路 在那星空浩瀚的地方 疫情被人遗忘了的存在 也一直在为人类文明的繁衍 而努力奋斗着 在太空中 他们书写另一部可歌可泣的 太空史诗 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不过 最令人震惊的还是 原来那些艺人将人类的火种 在太空中传播开了 在月球 在火星上 都有人类火种存在 元族这个名字 你们之前 真的没有听说过吗 范贤问道 成都认真地想了想 这名字 真没有听说过 在我们那个时代 有将人工智能 称为机械族的 但是元族这个名字 是真的没有听过 范贤看着时间 我们来这城市废墟 主要是寻东西的 成都你之前在这边 有没有发现什么信息啊 成都想了想 我曾检测到过 在这城市之中 有一个巨大的地下仓库 原本想进去看看的 可那时候 自己能源系统 已经见解无效 支撑不起 开启仓库的大门了 范贤诧意看着他 可否带我们过去 你们救了我 这个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 他们跟着成都 朝着城市的废墟走去 在路上 范贤又问道 成都 在荷包蔑食之前 异能普及吗 成都在自己大脑的 数据库中搜寻着 异能啊 其实那也是 文明火种计划中的一个 属于战士系列的 救赎计划 到了城市废墟的入口 成都指着 废墟的深处说道 就在那个范围 我现在还能够感应得到 四人便入了城 在城市的街道上 行走着 很是荒凉的地方 经过无数纪元 时光的冲刷 很多都已经疯化 走了一段距离后 范贤又问道 成都 在你们那个时代 可听说过令牌啊 成都摇摇头 倒是没有听过 怎么了 范贤并没有隐瞒 反正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自己是令牌持有者 他将这个令牌 拿出来给成都看 就是这个 成都仔细端详了一下 随后又还给范贤 可能作用很大 但是我应该没有见过 在河豹灭市前 有太多文明延续的 这或许是其中之一吧 收回令牌 范贤没有再继续追问 他们进入了一栋 大楼的大门 然后沿着向下的楼梯 曲曲折折 经过了长长的隧道 已经来到了成都口中 所说的地下仓库 很大 有着一张巨大无比的门 成都若有所思的说道 我一直都在怀疑 竞技之门计划 三个分布时站点 也使用了这样的材料呀 他在那仓库的大门上敲了敲 里面好似有回音一样 经历无数个纪元 跨越无数的时间长河 这一道门竟然还保持着完好如初的样子 好像时间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影响一样 有办法开启吗 范贤问道 成都在那大门上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此时 斯林似乎想到了什么 走到那大门浮雕的花朵上重重的一击 然后他手上渗出了血 突然有声音在空间中响起 DNA匹配成功 大门开启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